尊敬的战友们好啊 今天是10月18号文贵报平安视频 哎呀 我们家出大事了啊 这个昨天晚上跟我朋友在这喝酒 喝酒我这朋友喝多了 把我太太给我弄的那个阿斯丁马丁的007的 那个乐高车给戳坏了 今天大早上他看到以后相当不高兴 坐在那儿在那儿捣吃 哎呀 一句话也不说 你说我这被罚了780亿 他连个哭脸都没有啊 啥是没有 你说这个乐高坏了 治愈那么严重吗 你说他说这是007的车呀 这看来我在他心里面是007啊 哎呀 这你搞笑的 你说怎么哄都不行 一个在那儿鼓道 已经坏了再买一个吧 再弄吧 你说 哎 这就是人呐 啊 这就是人性 啊 人性的本质是什么 就是情 谢谢 与胡舒立 吴征 为时 这几个烂人的事不会玩 他们必须为他们服务 CCP共产党 而害了那么多人 而且还在继续害人的行为负责 否则永不会结束 胡舒立现在以装病躲避司法调查 想住在病房里 不去牢房那是不可能的 切子宫 换肝 艾滋饼 李友 杨岚 王岐山 608 吴征给伯逊的一笔又一笔的钱 这些事的真相 所有人都有权知道真相 因为任何一个人都有可能是被害人 10月18日 2到30日的王岐山窜访中东 咋又是文贵在王岐山会后一小时内 就知道了呢 这可能又是蜡烛帮 名运募捐党们的功劳吧 我再预告一下 王窜访的国家还有变 请夏业良维时等王岐山的儿孙们 出来表演一下吧 天佑伟大的鲍彤先生 健康长寿 尊敬的战友们好 最近收到了战友寄来的现金 要求买锅战服 战帽的的 共300多笔 我已经百分之百将所有人寄来的钱寄回 未来你们如果没有收到的 请你们一定要联系我避免丢失 而且你们一定会收到免费战服 拜托所有的战友们 战服不是商品 请和Sara联系 该给的都会给的 另外有战友给我寄来的三张支票后 尾数为6 1 2 也已经全部寄回去了 望你们查收 忠心感激善良的战友 一切都是刚刚开始